我们知道许云川棋风比较稳健 但是他一旦对杀起来 这种局面往往都非常精彩 非常好看 都是历史名局 这是我看过的许仙 最惊心动魄的一盘棋 双方对杀了个天昏地暗 黑棋更是要弃居 要猛攻许云川 许仙先总摆下中号 黑棋是陶汉明 我们知道陶汉明 他是陆林好汉出身 他经常走出一些鬼手 谁最害怕他呢 胡斯明最害怕他 他经常十几个回合 绝杀胡斯明 走到这儿 红旗选择了最稳健的三兵 并没有选择进七兵 也比较符合许仙的气风 黑棋进足 红旗的暗部就班 开局都没有啥想的 双方都是大的套路 他平炮 他上外马封鞠 然后呢 他高 横鞠 黑棋呢 选择了一个边线大开鞠 红旗吃掉 黑棋呢 杀上来 红旗呢 高鞠一宝 都是大的套路 我们就不多啰嗦了 黑棋选择了补向 红的平鞠 下一招高鞠腰队 黑棋 把鞠躲开 红旗高鞠 黑棋呢 鞠进一步 这个我们上一次讲过了 进一步是正招啊 你不要进两步 进两步人家有个拆号 以后飞向打你 这样呢 黑棋呢 就白走了 红旗呢 先补一手试 黑棋呢 也补一手试 这个补花事项也是正招啊 以前呢 是正补事项 演变下去啊 黑棋要吃亏 所以呢 后来啊 黑棋在这里啊 都是补花事项 红旗呢 平鞠 以后呢 有个GDR 过来这样单 黑棋呢 走得也很灵活 高炮 保住那个小马 以后呢 还有一些闪击 来给你对鞠 那红旗呢 依然是 不依不饶 进鞠 准备抠你 那黑棋呢 先把炮躲开 红旗呢 也是平开 盯住你这个小马 这个下一招 冲兵 这招棋并不成立啊 你要是冲兵 人家给你吃了 你把马吃了 人家再一冲 吃着你的鞠 打着你的鞠 所以呢 这种棋啊 是不成立的 黑棋呢 所以说上 他不怕 他浸泡 下一招 他还准备 这样背后打你 哎 那红旗呢 不依不饶 他还是选择冲兵 那黑棋肯定给他吃了 我就说了 这个棋子 这样要不要吃马 吃马就上当了 人家一充足 红旗就哭了 那红旗呢 把鞠平过来 现在呀 这个 你这个马炮啊 都被牵制住了 你再过来 打我就过来抓你 下一招啊 他不是吃你的马 他呀 还有上马的这种手段 踩你的鞠 踩你的炮 然后他吃你的马 吃你的炮 那走到这儿 黑棋呢 也走出一股鬼手 他呀 反气 把族一冲 就问阁下怎么办 你要是用鞠吃 或者用冰吃 那你这招品鞭局 来牵着人家马炮 像得子的这个计划呢 就没有了 所以说 那他就来选择了用炮的 那双方啊 在这里啊 局部就展开了一个争斗 打了之后我就说了 他还是有这手棋啊 上马 踩你的鞠 踩你的炮 吃你的马 吃你的炮 那黑棋呢 退居 控制住这个 红旗的河口一向 不让他上马 红旗呢 把这个中炮拆开 下一招啊 有这个高炮一打局 然后呢 吃炮的手段 黑棋踩进来 现在你吃炮 黑棋吃炮 那没有便宜 红旗呢 炮高一步 拦住 拦住之后 现在围起了啊 把这个黑炮给围起来了 黑棋呢 选择了一手 过足 那我就说了 你要是踩马 人家打掉了 你吃炮 人家吃炮 那红旗呢 走一手平均 保住这个炮 现在要吃你 底下呢 还要将军 将完军之后 还要吃你这个 这个一将 你要是做个事 打向一将 还要吃你这个 那这个黑棋怎么办呢 好像形势积极可危了 黑棋呢 选择了一手 平炮 弃子 红旗呢 把炮一吃 现在多吃了一个子 黑棋呢 进马抢先 踩鞠 这个看似是 是躲开 不想让人家 这个马踩 其实呢 他还暗含了一个手段 以后啊 找机会啊 他就要弃鞠了 给你来荆州挂鱼 红旗呢 就选择了一手 继续高居 保这个炮 其实呢 那个步驻高二 盯入这个炮 他选择了 居高一步 居高一步之后啊 黑棋下足 那这是一个 现机后取 这边丢了一个 炮 现在我吃你那马 你个小马怎么办 你这来不了 你要是回到边上 我进居把你一半 以后就有这种 气局的杀招了 气局一将 您是回马一将 可是一个杀 这个小马呢 就凉了 那有的人说了 这人家炮不给你打了吗 这个棋 他敢不敢打呢 朋友们 如果说万一 红旗一激动 把这个阻打了 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黑棋的手段 红旗要是把这个打了 可能啊 立马就交枪了 为啥呢呀 他这招 气局一将不成立 因为他失掉之后 回一将上来 你带一将 他老将可以上三楼 但是呢 他可以不让你上三楼 他可以啊 先把炮点进来 下一招 我要气局一将 您是 我回马一将 你上来 我再进局一将 你可能上不来了 我这埋伏了 有个兄弟 那你怎么解杀呢 你这个炮 不把人家退这也好 还是退这也好 人家把你居给干了 那这个棋 就崩了 就崩了 所以说呢 这种手段 那对许云川这样的大高手 肯定一眼也就看穿了 所以说不敢打足 也不敢逃爬 要不然的话 人家点到下一线 又有气局的手段 那他怎么走的呢 我现在打着 我现在这个打着你的这个小马呢 躲开之后 我现在打着你的炮呢 你要是敢打我 我这么一将还要吃你 再打着 再打起 挺凶 没想到啊 跟其气一个炮不说 这时候啊 他突然间又来了一个气局 太厉害了啊 面对着顶尖高手 许云川 气个炮 然后呢 再气个局 这种魄力啊 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只能试 魂一将 只能上 然后呢 把炮一吃 把炮一吃之后啊 这个气还很复杂 少走了一个次血 少走了一个次血啊 这个 他是先一将 然后呢 再吃炮 下一招啊 有一个魂马一将 这个 出居的琴 红旗呢 选择了一手上马 扮住你 现在啊 还踩住你的炮 踩住你的炮 你都没有回马将的手段了 所以说呢 黑旗现在啊 来不及吃这个炮 你吃这个炮 人家吃你难得 黑旗呢 再上一马 下一招 还是准备一将 出居 那这个 红旗呢 就平炮 用这个锯啊 阳护 黑旗 现在 我听说呢 这么炮还在人家嘴里呢 他选择了 平中一将 红旗啊 在这里啊 可以考虑啊 电头炮 他没有 他选择了一手电锯 那这样这个锯呢 又被吸住了 黑旗这个时候啊 选择了一手吃马 吃马之后 现在这个中部啊 这都被吸住 动不了 以后呢 他这个锯啊 还要甩到这边来 你这个老舰啊 现在也来不及 拼了之后 这个马也动不了 他呢 就先吃个室 这个室 把你这个锯啊 搁到这边 以后呢 他再想办法 过来 拐过来 这样回来 一旦这个老舰拐过来 回到大北宁 那这个锯就安全了 黑旗呢 就退居 准备啊 吃工兵一将 抽你这个居 还要你的命 那走到这儿 他要是这个时候出帅 黑旗呢 一个可以考虑平炮 再一个呢 他还可以考虑啊 打你的工兵 以后打你的病命 所以说呢 现在出帅不好 红旗呢 就选择了一手上马 用马来保路 这时候啊 黑旗走出来 一步软手 也可以说是 这盘旗致命的 一个败招 由此啊 局面呢 一发不可挽回了 他选择了一手 平均装炮 想着让人家 这个炮走开 以后 和谋求人家的 这个中兵 一下那呼机会 这样走吗 这个其他 他正招啊 应该呀 往下充足 往下充足 你现在 抬不出去 对不对 下一招这个一僵 你又不能变炮 变炮的话 跳一枪吃菊 这样呢 对红旗啊 有牵制 双方啊 还是忽悠顾忌 他这招平均装炮 是个甲旗 人家不可能躲开 让你吃中兵 红旗呢 肯定是退回来 扮住这个小马 黑旗无奈啊 这个 小马走开 然后啊 你 马走开了 他把帅出来了 这样呢 你吃不了泡啊 保证呢 以后他这个帅 再下来下来一回位 那你还玩啥呀 黑旗赶快回马 那红旗呢 就赶快下涮 黑旗赶快下涮 黑旗赶快回马 黑旗赶快回马 不能下来 然后回到大本营啊 就平炮 你现在下来 打你下一枪 你还能够上来 最关键呢 下一枪啊 有个禁足 拱你的鞠 打你的马 吃你的炮 这种手段 那红旗呢 把鞠躲开 他把鞠躲开呀 也是一招两用 下一手啊 他就有一个鞠踩像 鞠踩像 你像不像 你不像我卧槽 你一像啊 我这个一将 借助这个帅 杀你的事 以后平局 双鞠挫杀你 所以说呢 黑旗呢 赶快把马回去 防守一下 那红旗呢 再欺负你一下 进兵 给你对局 这样呢 就把你这个禁足 打马吃炮 这种旗啊 都给你化解完了 黑旗无奈 不能对局啊 就剩一个局了 点进来 红旗呢 人多欺负人少 他可会来了 平局过来 先抓一下马 黑旗退回去 然后啊 他先退一手炮 这招退炮 非常老练 避免了你这个 充足的这种手段 而且呢 又压缩了你这个局的空间 下一手啊 他有一个回马踩局 黑旗呢 充足 那红旗呢 不跟他交换 回马 踩一下局 黑旗呢 这个局 他不可能躲边 好吧 他脚能躲这 那红旗呢 订炮 按住你的小马 黑旗呢 把族平开 准备啊 轰向 那你轰向 又不带姜 不理你 冲 黑旗呢 上马一踩 那这个炮 扮着马腿呢 你这可不是凉犯马 他平局一抓 走到这啊 黑旗就投降了 为啥投降呢 因为他看到 接下来 红旗的这种 无耻的招法了 这个马你要是带逃 他呀 给你来一个流氓战术 你如何应对 对死你的鞠 你不对 再吃你一个担动 你要是对了 他踩上去 这个鞠马炮 对你炮双马 那你 这种棋 你跟许贤夏 那你不是 自己找不通 还找虐呢 所以说呢 他也抵 这个 陶汉明 又微微一笑 偷的认负了 这番棋 对啥激烈不激烈 觉得激烈精彩的 大家扣一本666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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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